我在粉嶺雙魚河參加了一個車展 在當中拍了一些照片 講一下我的感受 Hello大家好 我是M&K Camera的Frankie 今次跟大家講一下 就去了一個車展去拍車 一般人可能會拍一些現代少少的車 但今次珍藏車會搞的就比較特別 主要是一些卡式卡 一些經典的汽車 舊汽車給人一個比較經典的感覺 跟現在市面上走的車 通常會比較特別 譬如說線條、設計 都是有當年時代的感覺 再加上有個別的車類 有歷史價值的車 所以可以看一些當年 可能你自己很喜歡的車 會在其中出現的 古董車和古董相機 都有些近似的地方 除了它本身是一個交通工具 或者一個攝影的工具之外 本身都記載了這個世界的變遷 同樣都是有過去才會有現在 然後再有將來 相信這個是一個不可以分隔的關係 再想一些古董車 譬如說你要想當年的年代 到底那些人他們會是怎樣的呢 他們的生活會是怎樣的呢 他們的交通會是怎樣的呢 他們會吃些什麼呢 其實都是覺得會挺有趣的 如果一輛車它有生命的話 它可能見到的東西 比我們更多的 看到很多的點點滴滴 但是不排除 有一些人的想法 可能會覺得 一個古董車其實只不過是一個交通工具 又是由A點去到B點 那跟現在的車來比較 其實那個舒適度 性能 還有日常性 都不及的 如果我看到一些這樣想法的人 其實我一笑一笑 其實就真的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好 好了 不拖到太遠了 說回頭 說一下相機 其實相機不單是一個攝影的工具 它本身也是記載了一個歷史 好像以Leica這個品牌來講 它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品牌 就算是上個世紀50年代 這一部Leica的M3 到現在的2022年 這一部M11 但是在外觀上來看 其實大致上 大家都是非常接近的 只不過將它本身的媒體改變了 那好像這部M3 是一部菲林相機 當然是一個菲林了的媒體 去到現在了 數碼的年代 是用一個電子的感光元體 作為一個媒體 去將影像記錄下來的 但是其他的機械部分 原理上都是沒有改變的 為什麼我這次會選一部M3呢 因為這個年代 跟其中一部最舊的車 大家都是差不多那個年代 1949年 那這部機是上個世紀50年代 大家都是相約的 至於鏡頭方面 都是屬於50年代的出品 所以我覺得 大家都是上一年代的出現 所以我覺得 影機上是特別有感覺的 在另外一方面 在現代的數碼產品方面 我用了M11 是非常方便 直接 還有像素也很高的 還有就是說它本身有一個電子快門 就算我現在配襯這一支鏡 就是一支75 1.4 那我戴這支鏡頭 是令到主題比較突出 有些特寫 有些細微的位置 可以更加突出 那譬如說大光圈 是特別去景深比較淺一些 在特寫方面是有優勢 但是有個情況就是說 當日其實是中午時間 那都是屬於曬的 雖然都是冬天 變了有電子快門的時候 我就不用加任何的濾濾 又不用收光圈 都可以拍到 那還有呢 我就有配襯 用一個現代的相機 加一個50年代的鏡頭 也都是拍了一些相片的 在出相之前 就叫大家就要留意一下 看一下你那些 看不得出 那些是菲林拍的 那些是數碼拍的 那到底你是喜歡 菲林拍的相片 還是這個數碼拍的相片 還是哪一支鏡頭 你覺得特別喜好 那還有呢 有沒有看到 你當年的Dream Car的出現 你是喜歡哪一輛呢 那歡迎在下面的留言 留言 我會不會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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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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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